故事来到了晋朝 一个人也是从小父亲去世走 生一个母亲又患病 有的时候其实古代都讲了个人丁心话 你别看就是一个老人 他只需要服侍一个 但是就算两个都病 他可以相互服侍 尤其这个单亲 这个作为母亲 他又当父亲又当母亲 很难 所以说谁也不希望这样 那这个母亲病呢 他就想吃竹笋 我们前面有一节说了 想吃 有的时候身体真正需要 他也就是所想 只要这个人 我们可以大概判断 他不是欲望过度 就好 然后出于想吃 又很可能是需要 第三个他又病 就是自己母亲 可能好像又年迈 所以这些原因 这个孩子就实在无奈之下 就去这个竹林 去找这个竹笋 其实我们要敏感一点 这个人他应该就知道 明明他就是没有 为什么这么攀乱 因为他实于无奈之下 所以说很可能 他明知道那个地方 没有 古人是昔末如今的 那明知道怎么还去 有些东西 你不试试 永远不知道 你老靠想的 不行动 就算是真的这样 也会 不然什么叫奇迹呢 于是奇迹就发生了 他在这个竹林 也是 呼天喊地 结果 就 惊天地 欺鬼神了 又到这 那天上自然掉下来 那 那这个 这老天 他也有点 不公平了 别人 都没有 他就有 这不符合人间的道 但是大地 一动之下 就是裂开 很快地长出 一颗蛛丝 也反常 但是毕竟 反常的 还有理 他是地上长出来 赶快 踩下来 带给妈妈 熬汤 好了 我每个故事都这么简单 他说怎么讲呢 你看 这个 中医里面 我们为什么说人是相对的阳间 中医里面有一个 经书 叫 《伤害杂兵论》 张中宁 流传至今千年 说人 多半是伤害 我们可以去看 大多数 人去世都是在冬天的比较多 人怕冷也是 大于 这个基数大于怕热的 我们不抬杠了 然后 你看 温补都是以这个很多 喝汤啊 粥啊 都要热的 热水啊 鸡蛋也是温性的呀 那鸭蛋我们吃的就少 很多 然后竹笋它代表春天 这个生发之气 这家底也是猪羊 我动辄鬼神 真的 这些人 他是 发自于内心的 感动了他们 而我们现在人不行了 所以说 你信与不信 人家有 你这不行